鹰啸城堡不为人知的秘密 众所周知鹰啸有个城堡 但城堡却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小妖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城堡外面的城墙就有写 隐隐约约能看到血迹 左边有 右边也一样 进来后能看到这里有很多的停车位 看来这个城堡是个度假的地方 城堡大楼左侧有一些桌椅 这里没人 但却可以买到吃的东西 环绕四周 最最奇怪的是这匹马 之前揭秘女主的时候和大家说过 这匹马和女主是好朋友 女主不用讨好就可以抱起她 但是 你们看 如果我们直接让她跟着我们走 尽管她是同意的 但她却走不出马就 似乎有个看不见的屏障 把她困在里面 除非女主把她抱出来 我们骑着马绕城堡一周 会发现 这匹马走到城堡后面这个小池子的时候 她就没办法自己走出来 池子并不高 但足以把她困住 似乎这里也有个结界 能够阻隔马的前行 现在我们来细细看这匹马 她的身上很多不知道是灰尘还是伤痕的痕迹 眼神也很哀怨 一匹马居然可以和女主说话 这虽然没什么奇怪的 但她还能给女主钱 甚至能像一个人一样走来走去 你们看 她居然还能和人类一样说再见 难道说她是一个被施了魔法变成马的人类吗 现在我们再来城堡里看看吧 城堡的墙还有楼梯 到处都是斑斑的血迹 进门两侧有着这样的土包 是不是很眼熟 没错 和女主家门口那两对一模一样 不知道里面包着什么 一楼往左走 可以看到一个楼梯 我们沿着楼梯下去 可以看到这里 有个地下室 地下室写着装修中 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没什么可以逛的 但这里才是最诡异的地方 就是这里 我们只要站进去 就会穿越到房顶 右边是这样 左边也是 而且不仅女主可以穿越 任何来到这里的人都会穿越 我们带白马来 马儿也一样能穿越 这地方是不是古怪 接下来我们去到城堡一楼右侧 这里可以看到 三个人 一个主子两个侍卫 这两个侍卫 口口声声说会保护主子 但是你把他主子带走 他们也不会管的 之前说门口有很多车位 这里似乎是个度假的地方 但这三个人 好像真的是古代人 你们看 我给他们换衣服 他们的头套是不会换掉的 也就是说 他们本来就是这个发型 现代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发型呢 最奇怪的是 我之前说他们是人 似乎并不是 来 小妖验证给你们看 从这个门可以看到三个人 这个门也一样 但是从这个门 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人 只有等我们走近 这两个侍卫 才会从天而降 天啊 好恐怖 他们究竟是什么呀 我再给大家验证一下 我现在打主子 你们看 他的侍卫要冲过来打我 来 我们绕一下 看到了吗 他俩居然在内讧 我现在再走过去 他俩根本不会管我 而他们的主子 居然消失了 你们可以自己去试试 整个大楼不管哪哪都找不到他 我们再去二楼看看 二楼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有很多陷阱 就是一个个正方形的洞 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为什么会做这种骇人的设计呢 设计 这个镂空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再来三楼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服务员 你们看他是不是有点像紫大头 当紫大头 换上一样的衣服的时候 他们还是蛮像的 小妖在比对的时候 还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你们看 我现在把传御医的两个人 带上四楼的温泉 紫大头靠近温泉 就会自动换成校服 而这个服务员 是不会换衣服的 但是如果我把紫大头带来的时候 是没换御医之前 那么紫大头就会换上浴巾 正常的情况 我们移动紫大头 紫大头就会被我们推过去 但是这个服务员在场的话 我们推动紫大头 你们看 紫大头居然会突然腾空跑掉 他似乎 似乎很害怕这一切 紫大头和这个服务员 到底有着什么秘密呢 最后 就是这个城堡的房顶 都是可以穿过的 似乎这城堡 有一半是不真实的 一半是实体 一半是虚无 你们说它 究竟是真正的古代建筑 还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呢 下期你们还想听什么秘密 记得告诉小妖姐姐哦 通知 由于樱花小镇持续大雨 导致小镇多条河流发生洪水 请家长们看管好自己的小孩 前往学校高地进行避难 小夕 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小妖姐姐 学校那么远 我们该怎么办呢 没事 门口新建了一个跑酷 正好通往学校 我们快走 好的 小妖姐姐 来 把雨伞打好 小孩子可不能离雨 天呐 这跑酷也太长了吧 系统系统 请问这个跑酷 可以用多少次喷起背包 系统提示只有两次机会 我的天呐 这么长 根本不够用啊 好吧 你们可以向我提出两个问题 如果我回答不上来 你们就可以随意使用喷气背包 好的 大象的左耳朵像什么 这么简单 当然是像扇子啊 错 小妖姐姐 我来问一题吧 好啊 假如你是一个公交车司机 上来四个人 又下去两个人 再上来七个人 又下去四个人 请问司机姓什么 这个 有没有搞错 我怎么知道司机姓什么 系统 两道题你都没有答对 愿赌服输 小妖 你可以无限使用喷气背包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答案吗 如果知道的话 记得留言 告诉这个笨笨的系统哦 这个看起来好危险呢 小妖姐姐 你可千万不要掉下去呀 哇哦 小妖姐姐真棒 你放心好了 小妖可是很厉害的哦 暴雨越下越大了 系统 有没有加速体验 有人愿意为你点亮爱心能量 就能获得加速体验 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愿意帮你们 你放心吧 有很多可爱的小伙伴 非常的善良 他们肯定会帮我的 小伙伴们 你们能帮小妖点亮 爱心能量 让小妖 快一点 把小夕送到学校高地面 系统骑士 能量收集完成 马上加速 哇哦 这个加速体验 真的太好了 马上就到学校了 小妖姐姐 谢谢你 我们终于安全了 英校港口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以为港口 只是一个卖子弹的地方 那你就错了 这里隐藏着 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小妖现在 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港口 有两艘船 这两艘船 和小男生家里的模型 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 有商人的这艘船 我们是没法进入控制室的 但另外这艘可以 并且这艘无人的船上 居然有着一大落money 港口的商人 只有在我们想要 买子弹的时候 他才会出现 并且我们是不可以 和他说再见的 是否可以猜想 他就住在这艘船上 住在这个 我们进不去的控制室里 另外 注意看 这个商人居然还卖跳跳糖 我们买一颗尝尝 快看 吃完后 我们就会像这样 癫狂起来 作为英校 唯一能卖子弹的人 他和黑帮 有什么联系呢 再来 就是堤坝这一侧 能够看到 许多珊瑚和鱼 但是诡异的是 这些珊瑚和鱼 都是假的 是纸片制作的 也就是说 这片海域 其实是没有生命的 可是有人伪造了 生机勃勃的假象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更令人不解的是 在这片大海深处 居然有一个海底小镇 这个小镇 被一个屏障包围 只能骑自行车进去 小镇非常的大 里面的植物是珊瑚 还有很多建筑 特别像迷宫 但不像有人居住过 并且这里和樱花小镇 一样也有猫形图腾 你们说 这里以前 会不会是美人鱼们的家 又或者是一个消失的小镇 还是说 有什么秘密组织 在这里打造一个新型小镇呢 最奇怪的是 我们如果下自行车 就会被穿越到小镇的街道 难道这个街道 就是他们的链接点 现在我们再到港口外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灯塔 灯塔里面并没有灯 另外就是沙滩这边 现在这里没有人 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烧烤架 和防晒伞 小妖现在切换成晚上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灯的灯塔 却亮了起来 沙滩那边看起来黑乎乎的 走过去 可以看到一帮 在烧烤的小混混 这些小混混超级诡异 你看看这些女混混的眼睛 特别吓人 像黑夜的狼 并且他们会一直一直 用这样的手势 和教堂的修女 在晚上的动作 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更恐怖的 你们看 小妖给这个男混混换衣服 再给这个女混混换衣服 接着我们就在沙滩上待一会儿 看到了吗 没换衣服的人都消失不见了 但是这两个人却一直 一直站在这里 听说在樱花小镇的学校里 有一个诡异的事情 放学后 学校二楼的厕所里 经常会听到 有个小女孩在唱歌 据说里面有个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花子 她最喜欢的就是找朋友 陪她一起玩 如果见到她 一定要给她加号和小红心 这样她就不会和你玩了 那天 小妖正在电脑前完成最后的作业 姐姐 你来陪我玩吧 糟糕 这就是学校传说里的花子吧 你不要过来啊 我得赶紧躲起来 嗯 姐姐 找到你了 你来陪我玩吧 不要跟着我 姐姐不会玩游戏 你还是找别人吧 系统我该怎么办 小妖 你这样 她是不会走的 除非你给她点加号和小红心 再丢一个狗头给她 她就不会缠着你了 真的吗 那我现在就把加号点消失 再点亮小红心 再发点好多狗头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好吗 好的 你交了狗头 我就不跟着你了 我去找没给我小猩猩的人玩哦